对吧 看到没有 那 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Adapter他本身是不是呢 是不是被观察者 不是 不是 是Adapter里面 有一个被观察者 他本身 不是被观察者 这个要听开 他才是被观察者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在 跑哪去 讲哪 Notify 我们调用了他这个里面的 NotifyChin 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NotifyChin 这个方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去调用了谁呀 去调用了我们Observer 也就是说 观察者 就是你看 这个是DataSetObserver 刚刚是DataSetObserver 对吧 他是去调用了什么 是去调用了我们观察者的 OnChin的这个 方法 这个就有点联想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Update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观察者的Update 调用了我们Observer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 又在哪里呢 这个方法就进到我们的Java里面了 Observer看到没有 就进到我们Java里面 Observer这样的一个类了 就调用了我们Java的Observer的这个Update 这样的一个 那么好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实际上就是通知什么呢 发出去一个通知 但发这个通知的时候 我并没有传值 你看我们的那个Notify 这个其实没有传值 只是相当于是发一个提醒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只是调一下 对 只是调一下方法 我没有传具体的我这个事件里头哪些参数 那我们再回头 除了有这个Notify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什么 Register 这个是哪 Register 每次在Notify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去调到我们的那个观察者对象的那个刚刚那个叫什么Unchange的那个方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是DataSetObserver DataSetObserver DataSet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DataSet它是它是谁来实现它的 就可以了 Data音 confused 嗯 啊 B 闪 隐忍的口 啊 嗯 金 马 呢 跟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 do nothing 不对啊 不是这个类 我们刚才要用的是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的 observe是 应该是G乘于我们家的observe 这样一个类 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 这个对象 是他 对吧 我刚才看错了 我说呢 怎么什么事没干 adapter dataset observe 这明是有点 是在这个文件里面的一个内部呢 OK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定义 再来查一下 给他拿去 给他拿去 OK我们直接看吧 在unchange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事情 当他这个unchange 也就是他监听到 我们的被监听者 发出一个通知了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 dataset里面的 只是改变了之后 他做了一个 把当前的adaptive view 这样的一个设置 unrestore 恢复他的一个进程状态 最重要的是在这 也request layout 也去重新更新了一遍 这个layout 对吧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他的这个机制 刚才我犯了点小错误 应该是adapt data set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他也是去请求了 我们这个layout的 这样的一个更新 所以大家就了解了一下 我们这个notify notify dataset change的 到底是怎么样子 来实现我们的 这样一个更新的 这个更新 就跟我们在set dataset set dataset 时候 就setadaptive的时候 他那些更新里面 是不是又掉了 那个setadaptive的那种方法 没有 这个request layout 没有 他怎么会setadaptive 那里面就画了呀 他重新加载数据 他得看还有那些数据 不用吗 因为那些对象都在这里面 他那些数据的对象 我们的least meal里面 那些数据接口已经进来了 adaptive接口都已经进来了 dataset也有 dataset adaptive接口你都有了 因为adaptive里面 又有我们dataset 他不就已经有了吗 对不对 我已经改了之后 只是更新一下界面而已 改了之后 改完之后才更新界面 改完了之后才更新界面 对啊 嗯 对 因为他们的联系是已经建立起来的 对吧 嗯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好像什么呢 我说一下吧 我们说数据的时候 这个表现是我们的数据 对不对 嗯 这样 这样 用d表示 db 这是我们的adaptive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view 我们是不是把它传给他了 当时 它是一个引用吗 那么 所以他这里头有这样一个对象 对不对 而我们在这个里头又有这样的 adaptive这样一个接口 对不对 或者他的一个实力 或者他的 不管是他的子类啊 还是这样一个接口 这样一个 类的 实现类的这样一个实力 他这里头又有他 所以 实际上我在这 改了之后 你想象一下 我在改了之后 事实上 是不是我这里头的这个就已经改了 这里头的db就已经改了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就差一个触发 你得告诉我 我要不要去更新 你改的是改了 我界面不等于要变 所以说我才用到观察者模式 让你来给我发个通知 我再重新更新一下界面 对不对吗 就这样一个道理 理解了没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ListView的这样一些机制 那么下面我们要去了解更复杂的一个对象 比方说我们之前都用的Arrow 我们以后数据操作用的很多的是什么 Cursor 那么用Cursor我们再看那张图 是不是就会用到我们的 Cursor 它也是继承我们Base Adapter的 那么再往下 我们是不是我们用的最常用的 我说用也比较好用的就用SimpleCursor Adapter 那我来给大家做个事理 Cursor其实就是一个记录 就是一个游标记录集了 我们数据库的查询 所以往往是用到它 对吧 我在这里的话 要不要新建一个的 算了 不新建了 我就直接改吧 加一个方法 DisplayList2 或者叫DisplayCursor 同理 我们也是 首先要找一个记录集 对不对 我们记录集是谁 这次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次记录集可是Cursor了 Cursor也是一个记录集 对吧 但是 我们怎么得到一个Cursor呢 你当然可以重新去构造这样一个函数 但是 Cursor是一个反面对象 我们这里后面有一点点内容 我现在要从我的通讯录里面去得 得到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信息 所以我就会用到后面我们要讲的 叫Content Provider 我们之前讲过Content Provider 就是提供 对外提供这么一个数据调用接口 对不对 讲四大件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一下 好 我们就来得到Content Provider 这个不要求大家掌握 我们用谁来得到Content呢 用Content Resolver接收 然后调一个查询 调一个查询 这个查询要传一个网址 实际上就是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网址类似于 如果你查本机 就类似于这样子 Content 它就像一个协议一样 这样子的 后面是跟一个例子 跟我们IgTTP的类似 我直接用电话了 电话里面有一个 Ui 内容错了 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Content UI 后面无非就是 它的具体的几个参数 包括你的查询条件 包括你的排序 我先不管它 都无妨 直接给它设成NOWN就行了 OK 就这样子 我们的数据机就建好了 第一步 数据机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 它可能弃用了 或者不推荐你这样使用 但是还是向下兼容 支持你这样用 好 这是比以前比较老的一些写吧 它是兼容的 第二步Adapter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建立我们的CursorAdapter 那么CursorAdapter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ListAdapter吧 我们也可以用ListAdapter接口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用Cursor 用Simple SimpleCursorAdapter 等于 又一个 SimpleCursorAdapter 好 同样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就稍微有一些区别了 我们一个参数来看 这个我很清楚 就是当前的上下文 这个是一个layout 这个我们也容易去理解 对不对 也容易去给它理解 那我们还是给它指定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 我用哪一个呢 我就用我们的系统的吧 或者我不用系统了 我们还记得我们昨天的Spinner吧 Spinner 这有一个layout UserAtom 这是它美行的嘛 一个叫TextView1 一个叫TextView2 对吧 我们 那我就用那个 指定它美行的这个layout 用UserAtom 第三个是加入它的这个Cursor 很容易去理解 对吧 那么第四个和第五个呢 两个数组 一个Stream类型的数组 一个Int 类型的数组 那么 一个叫Farm 一个叫To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Cursor给它沾进去 把数据集给它传进去 Farm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查一下吧 拿不准的时候 我们就查一下 Farm是我们列的 就是数据 数据里面 要绑 这个列要绑定的 要绑定的Cursor里面的 那个列的那个名字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在Cursor里面 我们就想象一下 Cursor它的对象类型 是个什么样子 实际上就是一个表 一样的结构 对不对 有很多条记录 这个可能是个ID 这其实就是我们 CounterProvider 这样一个类型 这个可能就是什么呢 我们联系人的名字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 Number 电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Farm 意思就是他 那么这个To是什么呢 我们猜都能够猜到 就是把它 To到哪个界面上的 哪个元素上面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那个 TextView的ID 这样子来匹配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 从我们Cursor里头 哪一列 把它显示到我们界面上的 哪个组件上面 就这样子去理解 它们是数组 一对一的这样的关系 那就用一个 Stream 哪些列呢 我们这里有现成的 我们还是用缝 肯定有长量 列的长量 Name 再加一句 Phone Number OK To谁呢 To到我们的 TextView 1 和我们的 暈了 也是个数组 New Int 型的数组 这个是我们的 R.ID.Text 有点长 R.ID.TextView 2 不容易 结果给它换一下行 再给它换一下行 这样子大家来看一下 有点长是吧 能看清楚这个结构吗 好 这个结构看清楚了 那我们就第三步 绑定 Set Set 我们的 ListAdapter 把这个Adapter 传进去 我们来显示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就是我们比较复杂的 这个界面 我就没搞明白 网上那些 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 无论是Mars 还是其他人的 那个视频 为什么 都用Hashimap 实际上Hashimap 我们用的 真的不常见 要不用Cursor 要不然就是什么呢 我们用Android List的里面 传入我们 自定义类型的 这种数据 比方用User 对不对 对啊 Hashimap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而且 而且就是 我们那样子 每添加一条记录 你很明白 就是Add了一条 这个类型的记录 结果你用Hashimap 你就要什么 先Put一个ID 等于什么 Put一个Name 等于什么 实际上它是混着的 就是 然后让别人 自己去筛选 完全不知道它的含义 连我都看不懂 看下是哪个问题 这个